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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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李小璐就无法做到这样?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没有写那个小作文。 小猪复出了吗? 他跟那个蝴蝶姐姐的娱乐百分百。 就一直在,好像没有影响。 我觉得李小璐想要出来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他只不过带货了,全是骂了。 我就想知道他是没法付出,还是他自己选择不付出。 但你看姚。 姚迪。 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还是很不友好。 我觉得假设做这些事情,假设我们把它定义为错事,他们犯错。 那为啥男生犯错的成本就很低。 越是这样,就越会导致男生越不怕这些事情发生。 和女生总在一个弱的群体上。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现在生产资料都在男性手里掌握着。 所以整个社会舆论导向还是偏向男性。 我从来就知道有问题。 像陈瑟这种也是。 全天那种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 就像李小龙或者是。 还有谁来说。 姚迪。 姚迪他们那种女演员。 比如说她又没有什么综艺感。 我找综艺,我也没有必要找她。 我拍戏了那么多大把年轻女演员,或者是当好看的女演员。 中年,年纪稍微大一点也一大把。 但是你像薛之谦或者罗志祥这种人设。 他们可能不去拍戏。 我不会找来拍戏。 但我综艺可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替代。 那就还是实力。 对,就还是他们实力。 你薛之谦他还是有实力写歌法歌。 BG1他也可以写歌法歌。 但是李小龙他就演戏嘛。 那如果没有演戏了。 没有戏了。 他就准备去做直播。 BG1他就没有一个有才一点的女生出这种事。 有才一点的女生就不会是看女生。 BG1话不能太决定。 你不知不知道。 贝MG1话说有说的。 不知不知道。 可能就觉得成本比较高。 你不记得成本比较高。 因为我觉得你演员爆出来的恋情都少子。 贝MG1话说的。 少。 真的。 她的封面校也不是离婚吗?也没有什么第三者吧? 没有。 哦,那个谁?白百合。 白百合? 现在也不出来了。 杨幂? 对,自己有公司。 对,还是有实力。 她也得找个生产资料。 对,她跟李永嘉 Är的差异。 她跟李永嘉不是实际上,就分手了。 她不会影响到她的事业。 一下子就断牙式,我不会,我觉得她比原来更好。 所以还是得比较。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 主持人 因为你像《为啥》陈关锡,他就算复处好了,就算复处嘛,算吧。 主持人 他也没啥,没啥好干嘛。 主持人 他就没啥好干嘛。他就有潮牌,所以他潮牌弄好就行了。 柯正东就没办法,他只会演戏。所以他就完了。尤其我觉得吸毒性质可能更恶劣。 小雅萱被大鸭封为强了。 小雅萱被大鸭封为强了。 但是今天我就想发了一篇, 空间、校内网、空间小文章。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干嘛。 而且还把人家照片都搞出来。 而且还什么男孩女孩呢? 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个文风。 我的妈呀,他都四十好几五十了。 你说他是不是招待写? 小雅萱肯定是别人帮他写的。 有可能是自己写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怀疑得很对。 他为什么用简体字? 小雅萱如果要是我是他的话, 我会这么解释。 因为周晋在之前, 周小姐之前, 女孩之前, 抱他的时候就说, 太好了, 终于可以不用为了你看东西写翻题了。 所以在我看来, 他为我维持了很多, 所以这次我想要遣就他, 所以我写了简体。 好, 我会有理由。 我瞬间被说服了。 你去做公关吧, 我觉得。 我可以。 郭文贵先生 过上滴水不漏的人生。 郭文贵先生 终于过上可以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的人生。 郭文贵先生 最喜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郭文贵先生 你可以去做公关。你看拉斧找不着人。 郭文贵先生 我想知道他们那种店的一个店长能挣多少钱? 郭文贵先生 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西北有面村店长的一个视频。 郭文贵先生 她说她好像就没读多少书,然后就去北京做西北有面村。 郭文贵先生 然后就一步一步从那个最底层的服务员可能做到了点整。 郭文贵先生 那你这个问题难道不该问吗? 郭文贵先生 西北有面村? 郭文贵先生 不是啊?副总吗? 郭文贵先生 副总是谁? 郭文贵先生 还有一个问。李嘉诚的小助理啊。 郭文贵先生 我对李嘉诚这个人一直没有怎么关注。 郭文贵先生 我都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情况。 郭文贵先生 没问题了。 郭文贵先生 没问题了。 郭文贵先生 没了,吃了。 郭文贵先生 我忘了。 郭文贵先生 没有问题了。